明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 第25次APEC会议在越南县港举行 来自21个国家和经济体的领导人 将就自由贸易还有区域经济一体化 等等议题进行探讨 那么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 也陆续抵达并参加了开幕式 外界非常关注特朗普此次亚洲行 他的亚太战略会如何阐述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背景片 越南APEC领导人会议周的中头戏 第25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1号在越南县港举行 早上各成员经济体领导人 陆续抵达会场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在场迎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俄罗斯总统普京 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领导人 陆续抵达 而是一个成员经济体领导人 按照惯例拍摄大合照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在会上致辞 会议在上午和下午分两节进行 本节会议的主题是打造全新动力 开创共享未来 各经济体领导人即代表 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 包容发展 创新增长 互联互通 农业和粮食安全等议题 深入交换看法 各方期待这场盛会能够凝聚共识 为共建亚太命运 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而在会议结束后 会发表这次APAC会议的领导人宣言 这次会议还将因应 2020年贸物目标 也就是在2020年前 发展中成员实现 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 来制定APAC后2020愿景 为APAC未来的发展铺平道路 富豪卫视金晓菲林子荣 越南香港报道 好的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时事评论员赵浩先生 一起来为您分析一下 特朗普总统的亚太战略 其实说到战略 其实有点不准确 因为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在亚太地区 他一直提到一个新的概念 是印度和太平洋地区 但是我们也关注到 在APAC峰会上 也谈到了这个地区 但是始终没有把这个地区 升级为战略 您认为他为什么没有提到战略 特朗普这次出席 亚太的峰会 大家都比较关注 特别是国际媒体都关注 他是不是会正式的提出来 亚太战略这样一个概念 因为这个概念 实际上是在上个月 11月19号的时候 当时蒂德森是在 华盛顿的一个智库 在做一次演讲的时候 他首先提出了一个 要加强和印度的百年的合作 同时提出了一个term 一个词就是印太 这样的一个战略 那么这个战略 实际上所谓的这个战略 并没有实际上 并没有正式的给予他 赋予他什么样的一些具体内容 只是把这个词说出来 那么这个词呢 这个说出来以后呢 大家都在揣测 特别是美国的一些智库 都在揣测 是不是特朗普上来以后 要改变过去的 在奥巴马时代的 亚太再平衡的战略 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呢 大家都密集的在关注 这个词会不会正式被提出来 同时赋予他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是不是针对中国等等 这个词呢 它是包含了由美国主导 同时呢 由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 形成这么样一个 所谓的一个多边的合作 那么大家的解读呢 是为了要围堵中国 但是呢 非常遗憾的是 或者至少我们从目前来看 特朗普总统在 APAC这个会上 还没有正式的提出 这样一个所谓的战略合作 也就是印太战略合作 这样一个词 那么为什么没有提出来 或者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还没有提出来 我估计呢 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 首先 特朗普是不是已经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 可以实施的 一个整个的 亚太的 或者是印太的 一个战略的一个构思 那么这个呢 是完全不确定的 因为从 特朗普本人 他的推特 以及包括 我说过 Titleson所提出的概念里面 其实是比较空洞的 而且只限于一个 区域的经贸合作 这样一个范围 那并没有其他的 赋予他的 比如说政治上的 外交上的 战略上的 军事上的 更多的一个意义 这和过去在 奥巴马时代 和亚太战略在平衡 这个非常丰富的 而且有具体内容的 特别是已经实施了 包括美军在 亚太地区增加 这个 部署 等等 这方面的一些 具体内容 相比较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个词 它显得非常空洞 换句话说 那么从 特朗普 这个政府成立之后 那么整体的 一个非常详细的 具体的亚太的一个战略 似乎还没有形成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看到 具体 特朗普 在他的任期之内 到底在亚太地区 要实行一个怎么样的 一个亚太的一个新战略 或者一个新政策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他退出了TPP 那么这样一个 一个概念 换句话说 他退出的东西 要被他提出东西 要多得多 对吧 那么于是后呢 可能到目前为止 整个的所谓的印太战略 还没有形成 第二个 即便是形成的话 就像迪德森所说的 美国有意和 实际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印度 要保持100年的合作 而且是全方位的合作 即便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 那么它的实施 也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从意识形态 这个角度来讲 你把意识形态 作为一个 同另外一个国家合作 同时针对另外一个国家的 这样一个基本策略的话 它是不成功的 这在冷战时期不成功 冷战之后 恐怕就更难以实现 因为意识形态 它只是一个凝结 双边多边关系的 一个方面 一个因素 但是它不是一个根本的因素 从更多的 从当今世界潮流发展的现状来看 我们看到的更是利益驱动 或者是和平 共处 建立这种人类共同 命运 这样的一个 这种概念 是更加深入人心 而纯粹的以 意识形态 社会制度来划分 或者来集结 一些国家的话 那么这种 已经是过时的 至少是不现实的 因此它也是难以实施的 再加上 本身 如果是要拉拢印度 加入到一个所谓的印太 一个战略同盟的话 那么印度 是不是它的初衷是这么想的 它和美国的关系 同日本的关系 同澳大利亚的关系 究竟怎么样 特别是同中国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呢 也是有待观察的 中印两国国家是邻国 那么虽然存在了一些 比较棘手的边境问题 甚至有的时候 边境问题成为了一些主要矛盾 左右了 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大局 但是毕竟 中印两个大国 特别是两个发展的国家 无论是双边关系 还是在其他的一些 国际的 多边的这种合作场合 利益远远大于分歧 中印关系的这种 总体的一个局面 总体的格局 并没有因为边境问题 而发生根本的一个变化 因此它和美国 到底能够走多近 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同盟的关系 这是有待观察的 那么印度 从它的整个的东方文化 它的理念 它的这种治国的方针 特别是不结盟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国策 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情况下 那么要把印度拉入到 已经形成的这种美澳 美日同盟关系 我相信在技术上 在这个 一些实际的问题上 操作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印度它也非常清楚 离不开中国 中印是 毕竟美国比较远 中印还是比较近 因此从各方面来看 特朗普这次比较明智的 没有提出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应该说 是多方面的原型促成的 当然我们还要观察 因为毕竟 特朗普还有剩下三年多的时间 四年的时间 对吧 那么未来会不会 它的智囊 它的这种安全的团队 真正的提出一个 所谓的印太的一个战略 那么我们还要进入一个观察了 但是说到美国的这个印太概念 说到中国的这个对应 您看刚刚也提到 就是印度和中国是传统的邻国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特别好 您觉得中国 俄罗斯和印度 这三个国家 有没有在一起 加强战略合作的可能性 杨树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考虑到 美国的对外政策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有一个 大国的一种 有底气的 有定力的一个心态 去看待其他国家的 对外政策 如果我们说 美国和印度 或者是印太所谓的战略 这种形成的话 如果它不是针对其他的国家 特别是不是恶意的 针对第三国的话 那么他们的发展 我们应该以一个 平常心的这样一种心态 来看待 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 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选择它的合作伙伴 只要它的这种 合作伙伴 合作方式 合作的目的 不是针对第三国 而且不是恶意的 针对第三国的话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家 是可以容忍 可以包容 这样的一种做法的 那么大关键的是 我们更关系的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 对外政策 特别是我们 周边国家的 这种对外政策 就是我们和我们的 周边国家的这个政策 如何能够确保 地区 以及和我们 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国家 能够保持一个 比较平稳的 合作的这样一种 合作态势 那么这里面 你刚才提到一个 中俄印 中俄印是邻国 当然印俄不是邻国 中国和俄罗斯是邻国 中国和印度 也是接让的 也是邻国关系 俄印虽然不是邻国 但是从俄印 传统的历史关系 发展来看 特别是在苏联时代 那么俄印的关系 非常密切的 是一种非常密切的 无论是在政治 外交 军事 经贸 多方面的领域里面 那么俄印 包括这个 苏印 之间的这个关系 都是非常密切的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 虽然它不是邻国 但是它是一个准邻国的 这样一个非常友好的 传统的一个 两国国家 那么中俄印 三国家 应该加强合作 而且呢 应该是加强战略方面的合作 那这个呢 不是说 针对第三国 不是针对美国 不是针对所谓的印太战略 这样一个构思 而是说 本来 我们作为邻国 作为传统的友好国家 同时又是作为新兴的 大国的这种 新兴大国的这个经济体 我们完全没有理由 不加强合作 特别是 我要提到的是 特别是呢 中 俄印 这种 合作的关系 其实是已经存在的 也就是说这种 大三边的 这种战略合作 它的实际上是已经存在的 在无论是 我们看到 区域内的一些合作 还是全球范围的合作 中俄印都有 三边合作的这样一种基础 和一个框架 这种框架都已经存在了 比方说中俄印外长 这个会晤 是定期的 每年都举行了 已经举行了14次的 中俄印的这个外长会晤 上一次是在2016年的 4月份是在波斯科 王毅当时去了 对吧 那么今年还没有举行 但是这个机制 这种对话机制 它是长期存在的 就中俄印 三国的三边的关系 以及区域内的一些 敏感的话题 包括经贸 包括反恐 包括安全合作 都会举行上的会议 而且从04年 从02年开始 举行以来 中俄印之间 还举行为一次首脑会议 2006年的首 因此这个 中俄印三国外长的 这个机制是一个 第二个呢 在多边的区域 在多边的这个 合作的范围之内 比方说在上海合作组织 我们知道呢 印度刚刚加入 这个上海合作组织 成为一个正式的成员国 这个是和中俄两国的 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 我们之所以把 印度也拉入到 上海合作组织 希望印度能够在 这样一个多边的 合作组织里面 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 因为印度 它毕竟是一个重要的 区域内的一个大国 对吧 那么在反恐方面 在经贸合作 人文合作方面 都需要 上海合作组织 都需要印度的一个加入 另外在金砖五国 那么印度是 原始创会国 它是金砖 金砖国家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 所以你看 中俄印在很多的 无论是双边多边 无论是区域 还是全球的方面内 都有合作 中俄又是联合国 虽然印度一直想加入 入常 但是这个孟口 还要再 做一段时间 对吧 而且中俄印三国家 都是拥合国家 都是人口大国 特别是 中国和印度 都是人口大国 那么但是呢 从目前的 合作的态势来看 确实还存在了一些问题 所谓的 大三边的战力合作 还没有完全的形成 或者是 实质上还没有形成 这个主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三国家的 政上的互不信任 还是存在的 中俄当然不存在 这样一个问题 或者说这个问题 存在的是比较小 中国更多的是 如何的加强 实质上的合作 那么但是中印呢 确实存在了一些 战略互信的问题 这个问题长久以来 是没有得到解决 这里面呢 既有西方国家 在后面的作祟 同时呢 还有历史上 遗留下了一些 难以解决的问题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 边境问题 那么同时呢 存在了一些相互的竞争 那么在价值观方面 在社会制度方面 在政治上的一些 具体的运作方面 三国家也不是很 完全一样 所以政治互信 一直是影响 三国家真正建立起 大三边战略合作的 一个主要障碍之一 当然经贸方面 就问题就比较多 三国家经贸合作 是非常小的 小到难以置信 比方说中俄去年 才有669亿美元 太小了 对吧 那么中印之间 去年也是600多亿 也是600多亿 不要说跟中美双边的贸易格 中欧的双边贸易格 中韩双边贸易格都赶不上 中韩之间的双边贸易格上千亿美元 中韩的双边贸易格 今年一季度就达到了560多亿 相当于中印 去年的差不多就差100多亿嘛 所以你看这个贸易方面 也有带进步的扩大 但总而言之 我觉得呢 就是当前 无论是美国怎么想 我觉得中俄印 加强战略互信 形成一个真正的 大三边的战略合作 是实在必行 而且有这样一个需要 无论是在反恐 稳定地区的局势 在国际舞台上 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三个国家 作为目凌友好的国家 是没有理由 不形成一个真正战略 意义上的一个合作的 好 非常谢谢张浩先生 我们分享这个构想 那下节回来 我们继续谈谈就是 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我们一会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回来 这一节我们来谈谈 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 接下来中美关系 进入怎样的一个新时代 我们就注意到 其实那个特朗普上台之后 中国方面对于中美之间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定位 是蛮有疑虑的 但是我们看到 这次特朗普访华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您认为这次访华之后 中美关系会怎么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刚刚是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现在是在越南参加APEC的非正式会晤 那么虽然他已经走了 但是似乎对他这次访问的成果 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深远的一个影响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无论是国内的媒体还是国际的媒体 特别是美国的媒体 都在热议这件事情 当然美国的媒体它有各种不同的一些说法 国际上的媒体也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但是从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总体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方向来看 确实特朗普总统这次对华成功的访问 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未来45年中美关系的发展的走向 具有一个支隐性的一个坐标的一个作用 用几个大来形容吧 真的是非常的成果巨大 就是有大格局 有大战略 大风范 那么确实还有大影响 所以我觉得就是 用非常简单的几个词来讲 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但是要具体来看 究竟你说的这几个大 无论是大格局也好 大战略也好 大影响也好 那么大成果 2530多亿美元 这个大单子 中美有史以来都没有签过 一次性签过这么多的一个交易 那么到底它对中美关系 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首先从一个大格局来看 你刚才也提到 就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 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他不断地指责中国 无论是在人权 在中美贸易 等等方面 都是用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中国 他甚至于说 我们绝不允许中国在侵犯 用wrap这个词 侵犯美国的利益 我们必须要夺回我们失去的工作 让在中国的工厂要回到美国 这种双边 贸易不平衡的现象 再也不能下去 那么还有很多的一些 包括两岸问题也是如此 因此在他竞选期间 大家都非常的担心 到底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 他上来以后对华政策到底怎么样 特别是上来以后 又不久和蔡英文通的电话 那么但是呢 随着他开始 1月20号正式的进入到白宫 开始执政之后 对华关系 360不是180度 360度整个转了一圈 完全改变了 对吧 同中国习近平主席多次的通话 特别是4月份的时候 两个人 希特在海湖庄园会 完全改变了 过去大家的那种担忧 反而呢 大家一直看好 这个中美关系 对未来恐怕是向好的方面来发展 这次他到中国来访问 那更证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呢 他对中国的那种 无论是我们用朴素的感情也好 还是具体的行动也好 那么都可以看出 美国的对华政策 在未来一段时间呢 应该说 不会出现什么大的一个乱子 当然 传统的这种竞争的关系 还是有的 但是更多的 他的一个格局已经形成了 这个格局呢 就是更多的是合作 而且是带有战略性的合作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一会再讲 对 那么这次呢 谈了很多的一些问题 而且呢 确实是有实质的一些成果 包括双边的贸易 如何来缩小贸易逆差 这个贸易逆差 其实并不是我们刻意追求的 更不是说 就一定会消除的 我在这里要提一个概念 就是贸易逆差 特别是美国 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 它是必须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需要美元 对吧 如果说美国老是顺差的话 大量的美元回溜到美国 那么这对国际金融 对国际贸易来讲是不利的 因此美国它必须要保持 一定的贸易逆差 当然这个贸易逆差的幅度有多大 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但是美国对外的贸易逆差 它是必须的 第二 过去很多年 我们要求购买美国的东西 我们要求买美国的先进一些设备 美国不卖给我们 因此这也是造成 中美双民贸易之间存在有大量 逆差的一个主要原因方面 但是这次通过这种大手笔的签单 我们也看到中美的贸易 有望在未来 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各行各业的深化的改革和开放 那么大量的美资会融入到中国 那么这样的一种局面 它会慢慢的会减少的 当然不会缩小到美国永远是中国的顺差 或是大逼的中国顺差 那是对美国来讲其实是不利的 第二点就是对区域内的安全问题 特别是朝鲜办法的问题 中国采取了合作的一种态度 因为这也涉及到中国的 切身的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利益问题 那么也和国际社会和安理会 按照安理会通过的决议 和美方保持人密切的合作 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 中美的这种战略发展的大格局 大战略已经形成了 但是我必须要说 这种形成 就是这种格局的形成 和这种战略的实施 它不是说 以牺牲某一方的利益为前提的 大家采取的更多的是 一种合作的一种态度 也就是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离不开我 我也离不开你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 或者最强的国家 而中国也仍然是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虽然是位居第二 但是它要赶上美国 超越美国 甚至于所谓的取代美国 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中国和美国 彼此之间只有加强合作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的通过合作 来共同的发展 这个是一个根本的 也是唯一的一个正确的道路 因此这样的一种格局的形成 我们为之欢欣鼓舞 也希望未来中美关系 能够比较平坦的 顺利的能够发展 其实从4月份的海湖庄园会谈 大家都强调 合作才是中美之间唯一选择 对 而且这次又强调了 合作是唯一选择 但我们看到 其实美国方面还是有人担忧 中国有一天会取代美国 对 这是一个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甚至于我们在国内 有很多的一些舆论 认为美国现在已经衰亡了 衰落了 而中国未来早晚要取代美国 这个在一些 无论是网站上也好 或者一些专栏作家的一些文章里面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倾向 但是我也注意到 在美国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论调 比如说在两天前 纽约时报有一个专栏作家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说21世纪 中国必定 他的题目就是这个 21世纪 中国必定取代美国 这是一个 第二个观点就是 在前不久 基辛格博士在一次 一个智库的一个发言里面 他提到中国的国内 他说到 他说中国的国内存在着一种幻想 认为美国从此衰落下去 美国会成为一个衰败的帝国 他当时就批评了 他说中国的这种想法 无论是主流恶好 还是民间存在的一种看法 都是不正确的 而且是对美国的一种误判 他说如果这种观念 成为中国官方的一个主流的观念的话 那么对美中关系 会造成一个重大的影响 同时对中美之间的合作 会造成一个重大的伤害 他当时就用了这样的一个词 于是我们看到 已经存在的两种观点 就是对中美关系的发展 有这种两种观点 一个是认为可以取代 一个是认为美国必然衰落 这两种观点 我都是表示不赞同的 中国从来没有取代美国的意愿 也不符合实际 这既不符合我们传统东方文化 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些想法 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三千多年 在历史上有非常强大 非常辉煌的时代 但是都没有奴役过其他的国家 没有取代过其他的国家 即便是我们发展了强大了 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过 要主导某一个 当然在经贸方面我们可能会主导 因为你不主导都不行 因为你强大了 你是世界上的一个老二的地位 你的资金寻厚 技术力量也寻厚 因此你可以主导某一个方面 但是我们从政治上 安全上 我们从来没有想改变 这样的一种现状 特别是战后的国际秩序 我们和美国一样是 在维护这样一个秩序 因为这个秩序它还在运作 它还在正常的运作 而且这个运作的 无论是从它的形式上来讲 它的一个后果来讲 还是对地区全球是有益的 所以我们没有 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 传统文化里面 没有一个取代别的国家 这样一个概念 第二个呢 我们从实际的实力上 综合的国力上 要想取代美国的话 恐怕也是不现实的 美国你说它有衰败 它可能有过相对的衰落的时代 比方说在小布什时代 发生了两场战争 艺术国经历都 金钱都放在了这个战争上面 那么确实那八年 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去美国的话 你可以看到新兴想 很多的地方建设也好 一些更新换代也好 都是在迅猛的发展 而且美国的它的综合实力 无论是工业科技 创作发明 人才 军事 它仍然是世界上No.1 它的国际影响力 也仍然是世界上No.1 我们说这个世界上 它不是一个松散的世界 它是靠几个方面的因素 来撮合大家走在一起 一个就是意识形态 比如说西方国家主张 所谓的这种普世价值观 民主 法治 人权等等 这个可以把大家撮在一起 另外一个就是看你的实力 你的影响力 你的经济实力 你的军事实力 你可以带动其他国家发展 你可以保护其他的国家 不受强国的奴役 这些都可以带动一些国家 从目前来看 从当今的世界的发展形势趋势上来看 用那种所谓的普世的价值观来集合 甚至于结盟一帮人 一些国家来围堵 另外一帮人或者一些国家的话 这种已经是过时的 这是冷战思维 但是更多的是用经济实力 经济实力的话 美国你说它就没有这方面的实力吗 如果从几方面的数字来看 我们仍然看到 美国它仍然是最强大的 包括它的对外援助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组织能够替代美国 向其他的国家提供大笔的援助 它的这种发明创造 仍然是占据了市场 对吧 它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 同欧洲的双边贸易 仍然是最大的 因此从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 各方面的实力来看 中国要想取代美国 是不可能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发展的时候 美国也在发展 它也没有说落后到 甚至于退后到多少年 对吧 因此从各方面来讲 中美之间只有加强这种战略战末 加强这种合作 才有可能对双边 对世界 有做出更多的一些积极的贡献 好 那未来20年 中美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也令我们非常期待 好 今天谢谢正好先生 为我们做的分析 也谢谢各位收看新闻今日谈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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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